十幾天 他一月十九去的嘛 滑著手機裡兒子的照片 高雄這位慈父 宇先生眼中滿是關愛 但十四歲的兒子跟太太 年前前往湖北金門市探親 卻遇到疫情爆發 武漢封城 現在我們擔心的就是說 他8號施打完了 之後繼續要在後面的藥物 目前也沒辦法及時的送到 原來孩子是血有病患 必須一週施打一次凝血針劑 但小年夜遇到武漢封城 眼看著2月8號最後一季就要打完 又不敢在疫區就醫 沒想到也沒搭上2月3日 第一梯返台班機 針劑在孩子的爸手上 卻也送不進去 原本2月2日接獲通知 可以搭上第一梯次返台班機 但太臨時了 導致通關手續以及健康證明 來不及辦理 母子倆只好放棄2月3日班機 把期望放在5號第二梯次 沒想到當天凌晨希望落空 那結果是就是在9點鐘的時候 就接到通知 當天就是說臨時取消 那個心情真的是無法形容 最大的隱憂是不知道體內何時 會有自發性的出血現象 喜有病患一旦體內沒有凝血因子 脹氣可能面臨自發性出血的危機 後果不堪設想 但第二班包機反台喊咖 什麼時候回得來沒有明確答案 一家人相隔千里之遠 孩子的霸直眼看著手上的救命藥 趕著急 記者金博士路營捷高雄報導 報道